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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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常用的方法呢 一般就是根据土壤的颜色来判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盆土 干的颜色呢它比较浅 我们用手黏起来呢很容易碾成粉末 湿土的颜色就比较深 我们用手黏起来呢会感觉到湿润 而且不容易碾散 一些小白朋友还是判断不了呢 我们再教大家一个方法 我们用一根小木棍插到土里 3-5厘米然后拔出来 像干土呢它的颜色就不会有变化 然后上面基本上也都像灰尘一样的土 我们再用另一个插到湿土里 它的颜色会变深 并且还有一些土会黏附在上面 我们平时在多观察植物状态过后呢 就可以发现植物在缺水的状态下 它会比较大了 比较显得无精打采 然后它的叶片呢会发卷发皱 枝条也不那么挺立 不同植物缺水的时候反应多少会有些区别 尤其是幼苗期的植物 还有蓄水量比较大的植物 症状就会特别的明显 一缺水马上就会伪念 健壮的橙珠植物 对水分的适应性往往比幼苗要好 缺水时呢则表现的不那么明显 当它们缺水时 老叶就会发黄掉落 它们这么做是为了减少水分的消耗 把仅有的水分去让给新叶生长 如果我们平时还是看不出来 那我们只有再多多观察 看多了就懂了 平时如果搬弄花盆比较多的花友呢 就会发现 其实干错的花盆 还有浇到水的花盆 重量完全不一样 亲自感受一下就能明白 我们刚才也说了 浇水要浇到盆底有水流处为止 但有些特例 好比假如一盆花 它干得过久了 盆和土都已经干得分离了 一浇水 水就直接从盆底流了出来 存不住 此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多浇几遍水 每次都浇慢一些 浇透一次过后呢 隔五到十分钟 我们再来浇透一次 多浇几次总会透的 我们把干燥过久的植物 连盆放到一个装有水的浅盆里去 水分会经过土壤的毛细作用 渗透到花盆里 等盆土表面都已经微微湿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盆拿出来了 这个其实很好地模仿了 自然界地下水的存在 但是要注意的是 一定不要浸泡的过久 不同植物对于水分的需求也不同 好比这样多肉植物 就会比较洗干耐汗 而像这个蕨类植物 像竹域红天草 还有猪笼草这一类 就会比较洗湿 这也决定了它们浇水的频率不同 即使同一种植物 在不同的季节 它的浇水也不同 我们以多肉植物为例 它的生长期主要是在春季和秋季 此时它的生长量会比较大 然后蓄血量也会比较大 我们此时基本上就会把它的盆土 保持在一个湿润偏干的一个程度 而在夏天呢 多肉很可能会进入一个休眠期 此时我们就会进行控水和断水 就像动物冬眠一样 它的进食量会很小 我们了解植物的习性呢 会帮助我们给它浇水 浇水的时间呢 需要注意的就是夏季和冬季 我们以夏天为例 夏天的中午温度很高 此时花盆的温度也很高 假如我们一盆凉水接下去呢 它的根部的根毛 就会受到刺激收缩 阻碍它正常的吸水 加上此时的温度高啊 蒸发量也大 植物再吸不上水 它就很容易尾粘掉 所以在夏天 我们一般会避开中午的高温烈日 在清晨和傍晚浇水会比较好 而在冬季呢 我们一般会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总之就是为了保证 土温和水温不要相差太大 植物很忌讳长期浇半解水 也就是浇水不浇透 因为植物的根系是向下生长的 成熟的植物根系呢 基本上都会聚集在花盆的底部 假如我们长期浇半解水 底部的根系就长期吸不到水 也会阻碍它的吸水 也会阻碍它的底部根系的生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浇水要浇透的原因 我们刚才也说了 如果植物长期处于一个保水状态 也就是我们天天浇水的情况下 土壤里的空气寒上就会过低 植物呼吸不上来 也就很容易烂根 我们知道植物叶片也有一定吸血的能力 但是除了少部分植物 好比空气凤梨 大多数的植物呢 还是需要通过直接浇土壤的方式 保证植物的吸水 噴水的主要作用呢 还是在于增加植物周围的空气湿度 尤其是为了帮助一些原生环境 在热带雨林一类的 好比雪类啊 和果玉 还有空气凤梨一类 很多花肉呢 喜欢直接用剩下的桃米水 牛奶还有酸奶之类的 直接往花盆里去浇 虽然这类液体富含养分 但是它们必须经过发酵 腐熟过后才能去用 如果咱们直接浇到花盆里过后啊 它在花盆里发酵的时候呢 会产生热量 对植物的根系造成伤害 并且它们发酵的时候 还会产生很多 难闻的气味 会招有蚊虫 所以我们不太建议花肉这样去做 有小店花肉呢 完全可以把它们发酵腐熟过后 当肥料来用 这样才是有利于植物生长的 关于如何给植物浇水呢 我们今天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掌握摄像 基本技能 请接园艺绿手指 我是罗毛 我们下次再见 了解更多园艺知识 请关注塔莎园艺